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可能在一年前就知道哈马斯的袭击计划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误判威胁 我们对乌克兰反攻的报道中得出了四个要点 据报道,事先了解哈马斯袭击的交易员通过做空以色列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我们对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中的性暴力了解多少 监视,当宏观经济变得模糊不清时,每个人都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可能在一年前就知道哈马斯的袭击计划 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误判威胁 澳洲ABC 以色列政府在哈马斯袭击前的情报失误 凸显了从失败中学习和调整策略的重要性 以色列领导层的失败意味着关键的政府和军事领导人 无法从他们所接触到的情报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文章认为 战争中的意外是不可避免的 但机构对意外的反应是可以调整的 以色列军方已经对失败做出了战术上的调整 但也需要战略上的调整 以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稳定和公正解决方案 我们对乌克兰反攻的报道中得出了四个要点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陷入停滞的情况 该报道强调了四个关键点 无人机彻底改变了战场格局 俄罗斯在乌克兰投放了大量地雷 乌克兰缺乏空中力量 俄罗斯对自己的战事表现出了无情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彻底改变了情报收集和战斗方式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使用第一人视角无人机收集情报和瞄准敌军 俄罗斯在乌克兰部署了大量的战壕 隧道和反坦克防御攻势 俄罗斯地雷的数量之多阻碍了乌克兰的反攻 报道指出乌克兰缺乏空中力量 苏联时代的飞机在与俄罗斯战斗机的对抗中处于劣势 最后报道强调了俄罗斯在战斗中愿意承受重大伤亡 利用封锁部队阻止自己的部队撤退 报道总结指出反攻的结果不确定 据报道 事先了解哈马斯袭击的交易员通过做空以色列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一份报告 事先了解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的投资者在之前几天通过做空以色列股票至少赚取了数千万英镑 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罗伯特、杰克逊和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约书亚 米茨合作完成的这份60页的研究报告称 与哈马斯有潜在联系的交易员对以色列经济压注巨大 可能赚取了超过1亿美元 我们对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中的性暴力了解多少 纽约时报 以色列当局表示 他们有证据表明哈马斯激进分子在10月7日的袭击中强奸和谋杀了数十名男女 活动人士抱怨国际社会对所谓的袭击行为反应迟缓 而新闻媒体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以色列警方已经收集了数万份目击证词 情报人员正在审查视频和照片 事件 法医证据以及被俘的哈马斯战士的供词也支持这些说法 联合国父女署呼吁对这些袭击进行全面调查 监视 当宏观经济变得模糊不清时 每个人都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彭博社 华尔街的叙述每周都在变化 令投资者感到困惑 Canaccord Genuity的托尼 德怀尔表示 冷静下来 这就是投资者需要做的 德怀尔补充说 华尔街需要等待真正的消息 比如周四的失业救济申请 周五的美国就业数据 以及12月13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美联储情况 法国巴黎银行的丹尼尔·莫里斯表示 最近股市上涨的缺乏承诺 是因为经济仅仅在降温 你希望事情加速 那很容易 或者衰退也很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但经济增长放缓就比较困难 他说道 美国人质的命运未卜 被扣留人质谈判 很可能暂时无望恢复 雅虎 据美国高级官员称 加沙释放美国人质的谈判 已经陷入停滞 很难在短期内恢复 哈马斯拒绝释放一组年轻女性人质 而以色列则表示 在女性获释之前 不会讨论男性人质的释放 随着该地区的战斗持续进行 目前尚不清楚 什么因素能够停止敌对行动 并重新启动人质谈判 以色列感谢阿根廷的米莱因承诺 将大使馆牵制耶路撒冷 路透社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感谢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 米莱未将阿根廷大使馆 牵制耶路撒冷的意向 米莱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对以色列表示强烈支持 最近 他在美国访问期间 参观了一位犹太教拉比的目的 并表示 他打算改姓犹太教 耶路撒冷的地位 是以巴和平的一大障碍 以色列认为 整个城市是其首都 而巴勒斯坦人 希望东耶路撒冷 成为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 国际社会不承认 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 外交部 又有六名泰国人质 从加沙回国 路透社 在加沙地带 被哈马斯激进分子释放的 第二批泰国人质 已经被带回泰国 这六名泰国农民工 在曼谷素湾纳普机场 受到了家人的欢迎 其中一名回国者 在被哈马斯扣押期间 腹部受伤 在战争爆发之前 约有三万名泰国劳工 在以色列的农业部门工作 使他们成为该国最大的移民工人 群体之一 到目前为止 已有九千名泰国人被遣返回国 加沙声称 以色列空袭中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被杀 澳洲 ABC 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称 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的两所 收容流离失所人群的学校 造成至少50人死亡 与此同时 以色列炸弹也在该地区南部投放 以色列军队和坦克继续对哈马斯激进分子 进行地面战 加沙卫生部报告称 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 至少15,899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中丧生 其中70%为妇女和儿童 此外 美国媒体和人权观察组织证实 在被炸毁的阿尔纳斯尔医疗中心内 发现了早产的尸体 尸体处于不同程度的腐烂状态 人权组织呼吁 对被迫撤离后 被遗弃在阿尔纳斯尔医院的 5名巴勒斯坦因儿的死亡 进行独立调查 内塔尼亚胡腐败审判恢复 给以色列领导人增添了挑战 纽约时报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的腐败审判 在与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暂停后恢复 这场审判始于2020年 指控内塔尼亚胡 以礼物和正面新闻报道 换取政治好处 内塔尼亚胡否认指控并拒绝辞职 最近与哈马斯的冲突 使他在以色列公众中的声望 进一步下降 加沙最后一个被劫持的孩子的家人 等待他们的归来 路透社 根据NBC新闻的一篇文章 最后两名被哈马斯囚禁在加沙的年幼儿童 被确认为十个月大的基菲尔 比巴斯和他四岁的兄弟亚里尔 这个四口之家 在2014年10月 对以色列南部城镇的袭击中被绑架 这次袭击引发了最近的加沙战争 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说法 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没有在上周结束的为期一周的停火期间 与其他人质一起被释放 哈马斯声称 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 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 然而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一信息尚未得到证实 全球记者组织表示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是媒体死亡的无与伦比的战争 美联社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IFJ主席表示 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已经成为一场无与伦比的冲突 平均每天都有一名记者 或媒体工作者丧生 自10月7日战争开始以来 已有大约60名记者丧生 几乎与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的 死亡人数相当 IFJ的总书记安东尼·贝朗杰表示 即使在叙利亚、伊拉克 和前南斯拉夫的残酷战争中 也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屠杀 IFJ呼吁国际刑事法院 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死亡 进行调查 激进分子的火箭 袭击了与以色列核导弹计划 有关的基地 纽约时报 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 哈马斯激进分子 在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 一枚火箭击中了一个军事基地 该基地存放着许多以色列具备核能力的导弹 火箭没有直接击中导弹本身 但引发了一场接近储存设施的火灾 以色列国防军队 纽约时报的发现 未做评论 据信 斯多特、米哈基地 有多达50个具备核能力的耶利哥导弹发射器 以色列从未承认拥有核武器 但美国官员 以色列的告密者和卫星图像分析师都相信 该国拥有少量简陋的核武器 此前从未有报道称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 瞄准了被认为是以色列核武器储存地点的目标 英国少年在加沙为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时丧生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名叫宾亚明·尼德姆 宾妮明·尼德姆的英国青少年 在加沙为以色列国防军IDF战斗时丧生 尼德姆拥有双重国籍 他与家人一起在十年前移居以色列 这是自哈马斯最近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 第二名在IDFV期间丧生的英国公民 红海船只袭击事件激增后 战争风险保险费率有所上涨 路透社 在周日发生了三艘船只遭到袭击事件后 红海航行的战争风险保险费率上涨 引发了对商业航运安全的担忧 这些袭击是自10月7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 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这些袭击事件促使以色列集装箱航线ZIM 转移了部分船只 导致航程时间延长 保险公司将南洪海列为高风险地区 船只在通过这些地区航行时 必须支付额外的保险费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 关于以色列和加沙的新闻 首先 以色列政府在哈马斯袭击前的情报失误 凸显了从失败中学习和调整策略的重要性 这次失败意味着以色列的政府和军事领导人 未能从他们所接触到的情报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战争中 意外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调整机构对意外的反应 以色列已经对失败做出了战术上的调整 但还需要在战略上进行调整 以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稳定和公正解决方案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 报道中指出 无人机彻底改变了战场格局 俄罗斯在乌克兰投放了大量地雷 乌克兰缺乏空中力量 而俄罗斯则对自己的战事表现出了无情 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彻底改变了情报收集和战斗方式 俄罗斯在乌克兰部署了大量的战壕 隧道和反坦克防御攻势 俄罗斯地雷的数量之多阻碍了乌克兰的反攻 报道还指出 乌克兰缺乏空中力量 而俄罗斯的战斗机在与苏联时代的飞机对抗时处于劣势 最后 报道强调了 俄罗斯在战斗中愿意承受重大伤亡 利用封锁部队阻止自己的部队撤退 报道总结指出 反攻的结果仍然不确定 另外一则消息是有关一名交易员通过做空以色列股票 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报道 根据报告 交易员事先了解到了哈马斯袭击的计划 并在之前几天通过做空以色列股票赚取了数千万英镑 这份报告指出 与哈马斯有潜在联系的交易员对以色列经济压注巨大 可能赚取了超过一亿美元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对以色列袭击中的性暴力的了解 以色列当局表示 他们有证据表明哈马斯激进分子 在10月7日的袭击中强暴和谋杀了数十名男女 这引起了活动人士的抱怨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新闻媒体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以色列警方已经收集了数万份目击证词 情报人员正在审查视频和照片 联合国父女署呼吁对这些袭击进行全面调查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金融市场的报道 目前投资者对于经济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惑 华尔街的叙述每周都在变化 投资者需要冷静下来 等待真正的消息 例如周四的失业救济申请 周五的美国就业数据 以及12月13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美联储情况 报道还提到 最近股市上涨的缺乏承诺 是因为经济仅仅在降温 希望事情能够加速 但经济增长放缓则比较困难 此外 我们也报道了关于美国人质的情况 根据美国高级官员的称 加沙释放美国人质的谈判已经陷入停滞 哈马斯拒绝释放一组年轻女性人质 而以色列则表示 在女性获释之前 不会讨论男性人质的释放 目前尚不清楚 什么因素能够停止敌对行动 并重新启动人质谈判 最后 我们报道了关于以色列大使馆 牵制耶路撒冷的消息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感谢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 米莱对将阿根廷大使馆 牵制耶路撒冷的意向表示支持 耶路撒冷的地位 是以巴和平的一大障碍 以色列认为 整个城市是其首都 而巴勒斯坦人 则希望东耶路撒冷 成为他们未来国家的首都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 对耶路撒冷的主权 不持承认立场 这些新闻报道 给我们提供了 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区 目前局势的了解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寻求解决方案 不过 我们也不能忽视 这些报道中存在的信息 不确定性和资讯的可信性问题 这些问题 需要更多的调查和研究 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以色列和加沙地区的局势 你有什么问题或观点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